一头黑犀牛正困在泥潭之中 三只狮子却巧然登场 伪在了其左右 黑犀牛最终能否逃离尸口 获得生机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小编来给你讲解 黑犀牛栖息于森林与草地的过渡区 一般在茂密的多际贯从或赐槐贯从 黑犀牛皮肤虽很坚硬 但其褶缝里的皮肤十分娇嫩 总有寄生虫生在其中 所以黑犀牛常用细腻保护身体以防昆虫叮咬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犀牛不能出汗 需用此保持身体凉爽 很不幸的是 这只黑犀牛在泥水中打滚后 准备离开时却突发状况 他的下半身陷在了泥地之中 他企图挣扎了一番 还是没有从泥地中逃离 挣扎了一番之后 他挂在地面 不再挣扎 似乎是在思考如何逃离这个泥潭 但危险却在此时悄然降临 一只狮子出现在了泥潭周围 而后另一只狮子也出现了 他们发现了深陷泥潭的黑犀牛 聪明的不识者 怎么可能会放过这种绝妙的狩猎机会 这两只狮子马上往黑犀牛的方向跑去 但是在途中 两只狮子以前以后都停下了 似乎是有顾虑 毕竟黑犀牛素来有脾气暴躁的名声 惹恼了黑犀牛 也不会有好下场 可饥饿战胜了理智 前面的狮子行动了 后面的狮子也跟着来了 前面的狮子在距离黑犀牛只有几步制摇时 黑犀牛也再次行动 想要挣脱这片泥潭 但还是令其大师所望 黑犀牛还在挣扎 两只狮子就在几步制摇的地方看着黑犀牛 不敢轻举妄动 前面的狮子回头看了看 后面狮子并回过头走了 后面的狮子绕到了犀牛的右边 此时 另外一头狮子加入了这场僵持的战争中 三只狮子围在了黑犀牛的周围 形成了围攻之势 随后他们又转变了阵型 排成一行 站在了黑犀牛的右边 似乎是看出了狮子即将攻击的一途 黑犀牛撤回了水里 此时的他已经挣脱了泥潭 其中一只狮子开始对犀牛发动了攻击 黑犀牛瞬间从水中出来 那只率先发起攻击的狮子 企图爬上黑犀牛的尾部 但被黑犀牛给躲过了 由于对方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黑犀牛只能不停地转圈与对方周旋 黑犀牛跑了起来 一只狮子再次搭上了他的尾部 但再次被他甩开 黑犀牛转过身来与狮子对峙 狮子又跑开了 场面再度僵持了起来 最后狮子似乎是不想让这场对峙继续下去了 纷纷走向了一边 黑犀牛也见机形势 马上逃离了这片是非之地 关于黑犀牛与狮群对峙的过程 你有什么感想 赶紧点击评论区发表评论吧